高小科学教育第七集 风 空气施加压力 您知道空气在我们周围施加压力吗? 不,我不知道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这种压力的作用呢? 我们来做个实验吧 我们需要一个有盖子的习惯和一些水 好吧,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将罐子装满大约一半的水 然后用蜡烛火焰加热,直到水沸腾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几分钟后,我们将吹袭蜡烛并迅速盖上罐子的盖子 然后会发生什么? 当水冷却时,罐内的蒸汽会凝结 从而降低罐内的气压 较高的外部气压会导致罐头变形 哇,太棒了 我可以看到,气压如何影响罐子的形状了 确实 气压也会影响风 风针以及自行车内胎保持形状等因素 高速风伴随着气压降低 您知道高速风会伴随着气压降低吗? 真的吗? 我不知道 你能解释一下吗? 当然 让我们尝试一个活动来证明这一点 拿起这张纸,把它揉成一个小球 现在,将空瓶侧放,将纸球放在瓶口里 尝试向球吹气,将其压入瓶子中 嗯,把纸团吹进瓶子里确实很难 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当你向纸团吹气时 瓶口附近的空气速度增加,从而降低了那里的气压 瓶子内的气压较高,然后将纸球推出 哇,这真的很有趣 您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高速风和气压降低的关系吗? 当然,让我们尝试另一项活动 将这两个装满少量水的气球挂在一根棍子上 间距约8到10公分 现在,试着向气球之间的空间吹气 气球会彼此相向移动 这是因为气球之间空气速度的增加降低了那里的气压 气球外部的高压会把它们推在一起 空气受热膨胀 让我们尝试一个实验来了解空气再加热时如何膨胀 好,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拿一个沸腾的玻璃管 将一个气球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然后,我们将一些热水倒入烧杯中 并将带有气球的管子放入热水中 会发生什么事? 观察气球的形状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管内空气因热量而膨胀时 您会看到它开始膨胀 哇,太棒了 所以,空气受热时会膨胀 确实 现在,让我们取出管子并让它冷却 然后,我们将其放入冰冷的水中 看看会发生什么 好,我很好奇 气球对冷水会有什么反应 太好了 现在您明白了 当管内的空气冷却时 它会收缩 气球就会放气 我明白了 所以空气受热时膨胀 冷却时会收缩 这真的很有趣 绝对是 该实验展示了空气在加热时膨胀 和在冷却时收缩的基本原理 由于地球受热不均匀而产生风流 风是由于地球表面受热不均匀所造成的 赤道附近的地区从太阳接收的热量最多 导致空气变暖并上升 啊,我明白了 这会产生气压差 从而产生风流吗? 确实 来自赤道两侧 纬度0到30度之间的较冷空气 冲进来填补上升的暖空气所留下的空隙 有趣 所以,这不只是赤道和极点的差异 还有土地和水的不均匀加热导致了风流? 是的,没错 夏天,土地暖化的速度比水还快 导致陆地上空的空气上升 海洋中的冷空气进入 这就产生了季风 哇,我没有意识到产生这些风型的因素有多复杂 大自然如何创造这些系统真是令人着迷 绝对是 而且地球的自转也对改变风的方向起到了作用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可以控制我们星球的天气系统 甚至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最后,这就是为了占台并不开放的流程 最后,这就是让我们的水迷的水迷放